沒有辦法打出任何的安打 哎呀 沒辦法遇到冤家了 所以這個 我想這應該給 陳連鴻帶走這樣一個重要的訊息 有些東西不變不行 至少棒次得稍微動一下 你要看碰到什麼投手 特殊的有壓制性的這種左投手的話 你必須要有不同的思維 而且這個數字已經累積有一個量 你如果說只有一兩次 其實還會有變數